請您問我 各位大家好 我也是這個奉命主持 雖然說雖然會議主持經驗很多 但是新書發表會的主持我也沒經驗 那當然就是因為當黃木齊老師 我跟他這個算是老交情 那黃老師他的研究的東西 我也算是比較熟 所以我來做這個主持引言 應該也大概還可以 那我想在座 其實在座各位 應該多少也都認識黃老師 所以我不用在座介紹 但是黃老師這本書 當作主持人本來就是要美言幾句 但是藉由這個美言 我也是想介紹一下黃老師這個書的 其實我覺得尤其在台灣這邊出版的一個重要性 尤其因為我們這是印度學的學會的研討會 那我想在座各位大家也都知道 當初我們成立這個印度學學會 其實就是希望要促進台灣這邊的 我們講所謂的這個印度學knowledge的這方面的研究發展 那我想你知道就是說 包括不管是日本那邊或是歐美那邊 關於這個印度方面的研究 其實是要比我們台灣這邊要成熟很多 不管是在質跟量方面 包括廣度方面 那我們現在這是第七屆 第八屆 第八屆 所以現在慢慢有一些基礎 但是在台灣的印度學裡面 其實主要可能還是佛教方面的研究占大宗 包括我本人在內 我的研究也是偏佛教方面 所以就是說我們對印度的了解 其實很多會比較習慣是從佛教的角度 甚至從漢傳佛教的角度 就算是你研究印度佛教 然後會比較從印度佛教的角度 那所以對佛教以外的印度的文化 了解有限 而且難免我覺得特別就是 所以我要講說這個黃老師的這個書的重要性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對印度教其實是不了解的 就是很多人就覺得是個外道 所以也不用了解太多 但是我想 因為在座大家應該是比較專業一點 就是說印度教其實也算是一個很 怎麼講 印度教這名詞的形成 本身就是有它的一個歷史文化的 還有包括政治的背景 就是說講印度教的籠統性 就像說把中國的宗教叫中國教一樣 對 我想這大家都理解 所以印度教本身的那個豐富的背景 長久的歷史 還有它的複雜性 我們其實應該要去了解 就算是做佛教研究的 這個 因為佛教在印度的發展 從來不是獨立於印度文化以外 它跟印度的文化一直不斷的 有長久的互動 所以對印度教的了解 反過來也可以對自己 這個佛教的發展 也可以有所認識 那我這邊借用 借用以前我跟黃老師 我們 就以前我們的老師啦 我們的指導教授這個 Lander Vrannkaik 范德康教授的 這個我一算 可能算20年前 我還是當學生的時候 這個私下聊天的時候 我的老師給我的算是一個勸告 或者是 他是跟我說 未來當你別人問你說 你是做什麼研究的時候 你的專業是做什麼研究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比較是做 偏那個 藏傳做印藏佛教 Indo-Di-Betern Buddhism 但是Indo-Di-Betern Buddhism 裡面 這個說你在做哪方面的時候 我的老師跟我說 如果你不知道你真正在做什麼研究的 你就說你是做 Intellectual History 就是鴻甲的思想史研究 這當然都是老師的一個勸告 也是半開玩笑的 但是反過來講 黃老師他的 其實從以前他的博士論文的興趣 跟他的長期以來的研究 包括他現在這本書 但其實我覺得確實也是關於印度文化 印度宗教的一個思想史 那雖然說這個書前面的作者的介紹 比較強調黃老師在印度教這方面的權威性 確實我覺得沒錯 因為我們在台灣 如果說要做研究印度教這方面的比較專業的話 我覺得可能除了黃老師 我想不出其他人 就是說除了說文獻的掌握 學術的訓練 然後還有在印度的寺廟裡面呆了兩年 也沒有人呆過 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黃老師的關係 就是說一般大家認識黃老師會比較強調黃老師 他在印度教這方面的專業以及下的功夫 但是其實黃老師他的研究我覺得 就是說不光是印度宗教的本身 他其實比他的興趣一直想要理清一些印度 就是說在印度的整個宗教思想發展的他的脈絡 所以有些同學可能知道黃老師 他的博士論文做的是那個梵行 Warmacharya 他那時候做的是梵行這個概念 從這個廢陀的時期怎麼樣 就是到了佛教的時候的梵行已經有了一個轉化 所以就是說同樣的這個脈絡 那個時候是黃老師的博士論文 經過現在差不多快20年 是快20年的這個學術上的繼續的這個研究 所以黃老師他這一本書當作 他抓的半是所謂我們講這個身體 主脈絡是身體的這個概念 從廢陀的時期到初期佛教到印度教 然後到後來的密序的發展 其實這個我覺得也是要到像黃老師目前的研究的功力 跟他的就是學術成熟期 才能夠比較能夠處理 處理像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很長的一個思想脈絡的問題 那所以我當作為朋友 作為學界的這個朋友 我當強力推薦 那只是說當後面的這個書本的內容的介紹 要等於他黃老師跟大家談 那這本書當然確實來講 如果沒有一定的基礎 我覺得讀起來是不容易那麼理解它的內容 因為黃老師消化了非常多的原點文獻 還有包括國外的相關這方面學者的研究的成果 我覺得是非常不簡單 我的好話說到這邊 剩下的 我請黃柏謙老師來 謝謝 真的在這裡要特別感謝 感謝劉老師 做我這國業 我真的要特別感謝 他知道我在學什麼東西 我想這個 在台灣的環境之下 實在是不容易 因為我們做印度學 原本就不多 那純粹做 剛剛所講的印度宗教世界的研究 那更少 一般可能就是做佛教 要不然可能就做佛教的某一個領域 那比較少 從印度宗教的發展來看佛教 看其他宗教的發展 那剛剛 劉老師也提到說 我的博士論文原來也是出於早期的 印度宗教的一個歷史 那時候比較像是說 浦洛文思想跟沙漠思想的一個 互動情形 因為那時候 剛好有經驗在哈佛大學讀書 所以有辦法寫得比較詳細 然後文獻的掌握也得到很多輪胖 我覺得那時候 有一年到日本去 得到一個德國教授的幫忙 有辦法把很多章節注意得非常詳細 而且這本書其實是陸陸細細完成的 因為在台灣 一方面就印度學而言 是一個非常marginalized的地帶 我們不曉得國外發生了什麼大事 我們在台灣 都自己做自己好玩嘛 對不對 也沒辦法跟國外的學界 印度學有很大的一個浮動 可是我這幾年之間 陸陸續續有機會 來發表一些文章 剛剛我的助理分解 他說這裡面的問題也跟醫學有關係 我想的確 我剛剛所發表的那篇文章 其實那個背景 就是在那時候我接所長 然後要辦一個叫做宗教與療育 這樣一個研討會 那個是一個很盛大的國際研討會 我們請了不少做醫學的學者過來 這個有關於Healing 讓我們想到說 我也要寫一個Presentation 所以我就想說 跟這個療育有關係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東西 在印度教 我第一個當然喜歡想到密訓 因為他有很重要對身體的看法 非常重要對身體的看法 那這個一定跟所謂這種 他的作用很有關係 所以我就寫了 剛剛我發表的這篇文章 就是從早期的沙門思想到 比較早中期的密集思想 他的一個演變對身體的看法 這個可能是比較早寫的一篇文章 那寫了這篇文章之後 其實也沒有什麼要繼續再耕引 因為事情很多 不過不是家是天下是什麼要管 但是呢 後來有一些基因 有一些基因 我寫了像 我在這一本書裡面第一篇 有關於炎忍的身體觀 就是Pusha Sukta 就是炎忍當為一個身體 然後他發展出所謂四大種性 這也是滿有趣的 就是身體這個東西 不管是以什麼樣的一個名詞 Kaya, Shalila, Atma 其實在印度 世下之裡面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相對於中國 我們科朗普斯講說 身體法規受之負責 可是印度呢 其實像Pusha這個概念 我記得是一個我們回歸的概念 自從有了Pusha Sukta 之後你看 在印度教哲學裡面 所謂這種神我這個概念 Pusha一直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它的自發點 它的Pusha departure 就是從脂肌廢所來的 就是從脂肌廢所來的 所以我就想說 其實呢 身體這個概念 在印度宗教 印度世界上是一定非常重要的 我就開始去想一些可能的相關題目 後來我想說 可能做一個全面性的敘述 其實是蠻辛苦的 為什麼呢 只要是我們在台灣 沒有很多文獻可以讓我參考 我以前在美國的哈佛大學 研究非常完美 比方說你寫什麼書 什麼文章 什麼文章 你一定要來 哪有你跟他們講 他們馬上跟你借 而且不用錢 非常方便 做學會非常方便 可是在這邊呢 非常不方便 什麼東西都找不到 很難找到 你 你也要來 你所需要的東西 後來有一些網路上面可以得到消息 這個人也給我某一種程度的幫助 所以我後來呢 就 寫了一篇有關於李基費陀 他的言人歌 跟所謂普世社會的關係 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思想上的考量 因為跟中國比起來的確 他有一種叫做Universal Society 不是社會觀念 跟中國的這種Universal Kinship 不是王權的概念 形成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對照 我一直對這個題目看到非常大的欣賞 為什麼在印度呢 社會這麼重要 在中國為什麼政治力量這麼大 這一點呢 從現在當代中國的這種現況 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政治力量不所在 而且具有神聖無比的力量 相反的在印度呢 社會 主義社會 從李基費徒的言人跟開示 雖然當時可能只是一種理想 可是呢 但是最後變成跟印度教 印度人民生活 息息相關的非常重要的一個社會制度 因為我在印度來過兩年 我剛記得的時候呢 這些印度的中國人說 What is your caste? 他要認識你的社會 他就曉得你要適時每個總結 這非常重要 跟我們 我們一定會問你的信然後名對不對 這個 這樣一種對著的認同方式非常不一樣 What is your caste? 他就說這個沒有一個總結可以歸屬 我們就是以這個 大概是比較高貴的這種Mal caste 這個賤名吧 因為我記得在那個時候呢 我可以幫一些賤名的媽媽 因為記得到現在這些賤名 他們都沒辦法自己去搖水 因為搖水就會染我整個水鹽 他們都請我去幫他搖水 他才能喝水 所以這個也是讓我意見非常深刻 所以我一開始呢 是參加一個身體療育的研討會 寫了一篇文章 後來呢 寫了一篇第二篇文章 有關你身體 你這個 保持社會 可是那個文章呢 我一開始呢 是跟中國做比較 後來發現呢 其實也可以跟中東的這種宗教思想做比較 這個真正是我個人一些比較無名三名的興趣 那中東文章也被害人長大 這個也是跟我在哈佛讀書的情況 不得同入而已 那實在太方便了 後來我寫幾篇是在日本天理大學 那邊的環境也不過理想喔 真的有點遺憾 那時候我有時間 可是沒辦法好好發揮一些論述嘛 所以這個是有一些問題 有一些 我不知道平靜 但是沒辦法解決問題 我只能將就有一種compromise 可是呢 我後來發現中東其實那個例子呢 更好 更是一個architect 所以我就轉到中東的宗教文化上面來 比較印度社會 我在文章裡面也提到這一些 這也是我個人的一些興趣 然後發現一些可以類別的東西 因為在探討印度的 比方說像總編師父的時候 這些神話 背後的神話 發現說其實它跟中東不太一樣 中東的這些神話背後 它出了神話之後還有限制的意義 可是在印度沒有就完了 它沒有這些像亞威這號人物 它是天上跟人間的君子 就是這叫合理這種環境 可是在印度呢 印度它也獲持眾人之一 在地上 在米其背頭 沒有它的神樣 只有威力 我們就很簡單的這種祭壇 沒有一個宏偉的一種妙 但這種國家祭祀來說 這個很重要的東西 想著沒有 實際上是游牧名詞 它的一個聯繫 它還是一個 游牧名詞這種形態 可是它發展是一個高德的文明 但是它聯繫了這樣的一種 即使方式跟整個我們在 中東文化所看到的情話 非常不一樣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比較 這兩個可能是比較早的一種關懷 後來我想說 剛好到日本去 剛好到印尼大學去 我想說怎麼把這些東西串起來 我在台灣已經開始 與相反 跟我在寫佛士諾一樣 我的佛士諾就是吃力非這種事情 跟吃起佛教這個事情 可是我寫這篇 這本書的時候 我想說 我也要把中式的東西加進來 吃著吃起壞 東西之外 我要把中式的東西加進來 這樣子更完整 就是在穆斯林來之前的一個 印度宗教的思想過程 所以我接著就准理奧伊斯的部分 奧伊斯的部分 因為它有一個廢陀 是代表一個聯繫性 對不對 當然有一些創新 但是有一個聯繫性 對於身體的看法 基本上是一致的 奧伊斯基本上是一個高草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高草 也是代表我們非常樂觀的一個時代的精神 那我的博士 所以奧伊斯接著出力這起佛教 把這起佛教跟廢陀時代 基本上是分開的 因為我那時候有辦法思議就是這兩個事情 我回台灣之後 有機會教授印度教的課程 只要是吃以中式印度這樣一個課品 所以我有機會也陸西讀了一些 有關於中式印度 就只要是印度教的發展 因為早期比較像佛羅倫思想 然後佛教思想 接著所吃以印度教的東西 因為印度教這個東西 現在學界慢慢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它大概是在公元前後兩百年 大概四百年之間所發展出來的一個 新的文化中國體 那這個呢 就讓我把我整個寫作分成兩個事情 一個是印度教的前期 所以我把廢陀時期跟最起佛教 最起三人時期放在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呢 所以就是有關於印度教這樣的一個課題 那這個課題呢 我覺得非常重要 也是讓我們可以來掌握整個印度宗教 這樣是發展的一個邁有一個最具體的例子 假設沒有印度教的話 可能印度宗教的發展 也沒有像我們今天這麼豐富 所以我記得它是一個非常重要 而且跟現在印度宗教息息相關的一個展現風貌 所以我就先寫《黎祭肺頭》 然後再寫奧義書 奧義書選了之後我就寫《志祺佛教》 《志祺佛教》跟觀生最有關就是四年次 所以我就用了一些學者的觀念 最主要大概是觀老師 觀哲和老師他在這方面給我很多靈感 都要特別感謝他 他寫的英文跟中文的東西 讓我對這個四年次他的一個發展 有了一個比較前面的認識 所以我可以寫有關於我在這裡面所提到的 比方說《生之戀語》是即佛教的身體觀 這部分我覺得觀老師他寫的東西 比如我很大的幫忙 在他的文章的幫忙下 我也完成了這樣的一個部分 就是有關於《志祺佛教》 他的不常觀、無偶觀、不靜觀 他怎麼跟對身體的觀想合在一起 那《志祺佛教》這種所謂思想跟實踐上面的合一性 我覺得這裡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就在第三章 除了有關於《志祺佛教》的身體觀 以《志祺佛教》 以及《志祺佛教》 還有《志祺佛教》 這個題目來做發揮 我也發現這個是非常有趣的 真的非常有趣的 那我寫《志祺佛教》 最好的一點就是 《志祺佛教》到底在下面挖歌 對不對?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樣子? 一般人來講《志祺佛教》 講《志祺佛教》 講《志祺佛教》 最早是波斯人所發明的 他就認為說 在《志祺佛教》 生活在這邊的人叫做《志祺佛教》 因為原來是《志祺佛教》 可是波斯人沒有《志祺佛教》 所以就叫《志祺佛教》 然後《志祺佛教》 然後《志祺佛教》 為了要區別非《志祺佛教》 所以他們就把 非《志祺佛教》 非《志祺佛教》的印度人叫做《志祺佛教》 那《志祺佛教》 英國人來之後 就發明《志祺佛教》 這個《志祺佛教》 所以一開始的意思 完全沒有 我們現在所講的 宗教善念 輕詞的一種概念 而是比較像在七分不同的社群 但是我發現 《志祺佛教》 慢慢可以找到一些 《志祺佛教》 而且非常重要 所以只要是那個時代 有一個新的信仰 馬上叫做《志祺佛教》 《志祺佛教》 《志祺佛教》 也有一些在《志祺佛教》 只有《志祺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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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到印度教之後 它發明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志祺佛教》 叫做《志祺佛教》 就是《志祺佛教》 這個《志祺佛教》 它是自由自在 也是一個創造者 它不受限制 它可是男 可是女 也可能是男 半男 也可能是半男 所以它用了很多metaphore 比方說它不動 可是跑得不行快 這些我記得是本大使口的東西 讓我們來探知說 它的一個超業系、分業能系 所以當我慢慢來寫有關《志祺佛教》 我發現其實像這個白魯奧利書 就是我今天也提到 在初期的印度教 就是巴克的印度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源頭 雖然在白魯奧利書講的有點神秘 可是它很明確地指出了一條 印度教發展的一個方向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就把《志祺佛教》跟《思佛》 合在一起 這個《志祺佛教》 基本上一開始是《思佛》 那《思佛》呢 是要回答在黎西非洲 它所提出的一個問題 因為在黎西非洲 我們看到很多 對於整個宇宙連頭的探索 然後它還問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說 這個終極存有是有 是哪位 你還給我 那個違者 到底是哪位 然後在白魯奧利斯呢 它就很巧妙地 一方面呢 把這些經文都引出來 一方面回答這些經文的問題說 是否就是終極的答案 所以這些佛羅馬很聰明 我記得 它很巧妙地傳承引信 然後呢 把這個《志祺佛》 就是廢陀 這個聖典 所提出的問題 直接回答說 現在就像白魯奧利斯 這個《志祺佛》已經出事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發展 我覺得印度思想 經過這樣的一個開始之後 印度教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信仰態度 就是你要來揮一神 這樣子的你就可以得到解脫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 那我也想到佛教 當然這個可能有些佛教學者 可能不會過得無異意見 可是呢 我覺得我要提一下 就是像阿瓦洛基斯佛哈拉 觀之哉 阿瓦洛基斯佛哈拉 就是觀之哉它變成佛教 最重要一個菩薩 我想可能是跟印度教的 伊什佛哈拉有很明顯的關係 因為你不要想看觀之哉 它是一個神 它有辦法度化眾生 不是一個單純的菩薩 對不對 它可以應使而生 可以變藍 可以變放天 可以變大帥天 這種神意從哪邊來呢 所以我也想到 大聖佛教它的發展 可能是在整個印度教的風格之下 它跟印度教互動 所產生出來的一個結果 因為我在奇奈教的真面對過 他們就沒有大聖佛教的革命 他們還是一個小盛的階段 還是修徒修 他們並沒有經過這樣的階段 所以大聖佛教並不是必然的一個發展 我覺得可能應應實事發展出來的一個局面 就是佛教在面對印度教的時候 它怎麼辦 很明顯你看 連一些佛陀告諫的弟子 不能用梵語來傳法 這時候 提供時奈志 或者這些大聖佛教的母們 都是用梵語形的 對不對 梵語這些佛陀我們的母語 你跟他們寫同樣的語言 是不是要照他們的規則來定作 不是嗎 這不是非常不利嗎 可是你為什麼要跳進這個火坑 對不對 其他教沒有 其他教雖然用範語來寫 可是好多他們的經歷還是用方言寫的 寫的他們有沒有跟進 寫的他們要跟佛陀門做一個重要的區隔 佛教 雖然他們有點扭捏 早天用這個 Dulis Hyprosask 佛陀門翻譯 但是他們對法文翻譯 這個不當精通吧 只是有點扭捏 到最後就全部用翻譯來寫 對不對 我覺得最近一個 當時佛教的佛典用翻譯寫 可能有他的一個很重要的時代背景 這個時代背景一定不能忽略 絕對不能講說 可能是對佛大信仰的能論 你會看起來看整個大聖佛教的一個格體 那格體是一個很大的時代風味所產生的 這樣去看的話 可能會看得比較聽詞一點 所以我就想透過 對關志在他的一個說明來看 印度教跟佛教跟大聖佛教 在這個階段是如何來互動 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在印度的畢竟宗教生活 它有一個指導性 影響人最深遠 所以我想藉這個課題 如果其他教沒有根據 我沒有辦法從其他教來發揮 所以從佛教的最精緻 可以看出這兩個 宗教傳統在中世印度如何的競爭 做成了一個新的宗教發展的稿 我覺得這個也很重要 所以我就寫了關志在這篇五章 我覺得我要來回答一些問題 我個人的看法 那今天早上所發表的這篇文章 就接著 因為中世有兩個重要的思想抄 一個就是Bucket 就是我們一開始慢慢地靜性 後來叫做靜愛還是性愛 對神的不但要相信 而且要愛神 這個就變得更複雜 這個思想更複雜 所以我慢慢開始 但是沒有比較好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就沒有寫 那我在寫靜愛這部分 我就把整體發展做了一個交流 擺了我奧利書 到我寫反歌 最能代表 所以我也把我寫反歌 放進來 但是做了一個比較好的交代 那寫這個密訊 因為都是印度人家 什麼密訊的話 那好像有點遺憾 雖然我對這個課題懂得不丟 但是我也想寫 所以我也把 從初期到中期的這個 生理官做了一個簡介 也贏了其辣角的一些例子 最終呢 就要主力這個密訊的生理官 可是密訊的文件太多 我個人文文為例 我要坦白講 我只是找一個比較小的一個課題期日 所以我就以這個Nyasa 這個師傅派 他的一個日常生活的衣櫃 就是生活上面 每天都要做的衣櫃 來看他對身體的看法 因為的確 這個Nyasa 他的確是要透過真言 然後透過Mudra 來把整個身體化為一個神聖的場意 來念身體 這個神聖的場意把它做好之後 你才有辦法來觀想 來觀想本真 接著透過儀軌 把自己的本能結合在一起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企圖 等於是把奧利斯時代這種放我合一 做一番改造 變成我跟神 Divata 和我合一 而且這個轉變是非常大 而且企圖心也非常強 所以我記得呢 可能在印度教這邊 有一種主導的意念 因為印度教 他原心不是一個赤家的 不敢轉為在家的 就是不敢轉為在家的 可能他走起來 會比較明之年順 但是佛教 他原來是一個特色的宗教 他 我覺得可能是 比較死於根性的 早上那個藝人去提出一些問題 但是我也有 有句話那麼完整的不知道 但是我個人覺得說 就有關於密切的思想 應該是印度教 因為他可以更進一步來把身體做一個比較激烈的看法 那這個看法提出來中國當然非常的不發表 那佛教面對這個極面 我想他也要做出一些回憶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對 那後來呢 有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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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篇談那個 司法生理觀 真理 生理之思念 論眾是印度之神一禪談 坦白說這是一個很久的作品 這個作品 我跟果威 其實都修過一本課 在哈佛的時候修了一個Damashatron 就是法論的課 我寫了一些東西 但是呢 大概只有一部分 大概只有二分之一 還是三分之一是那時候寫的 因為那時候寫得很簡單 就是 所以這種神一裁判的問題 但是後來想說 光是說我們本沒有一些說明 一些replication 沒有所謂味道 所以我就繼續看了一些東西 我首先看到這個Foucault Foucault很曉得 他對這個身體非常有興趣 那個叫什麼 那個是甚麼懲罰 歸信 歸信懲罰 那時候 那時候 有很多相關 我讀到 他有懷疑 有人幫忙把他解決 翻成一個叫Pou 有兩次 我就翻 翻他的書 還有 裡面 我也提到 他有一篇文章 就是Foucault 有一篇文章 Trues and Judical Forms 但他的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他真的談到那個Divia 就是神醫裁判 我就很高興 這個一個很重大的課題 但是他對於神醫裁判的看法 顯然是持在一個批判的態度 他非常感冒這個東西 我已經認為這個東西存在是這些野蠻人的遺產 這個非常糟糕 那我有機會讀他的東西 然後另外我讀了Peter Brown的東西 我請何老師把這個文章寄給我 我在提米大學的時候 何老師幫我寄了一篇作品 就是Peter Brown 他寫的叫做Society on the Supernatural A Maleable Change 他也是探討神醫裁判 這是一篇非常有名的作品 讓我看到對於神醫裁判不同的看法 他說神醫裁判其實跟宗教關係非常密切 那其實他在歐洲也流行一陣子 就讓我想到整個印歐 他宗教跟釋法的關係 所以我就看了一些有關於 神醫裁判在中式歐洲的作品 發現說可以寫的就可以寫 那其實可能要回到 我覺得要回到Indo-Ironica背景最好 所以我就看了 我就讀到的Boisen 就是專門研究拜佛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英國學者 他真的也談到這種 在所謂亞瑟倫教裡面有關於整理事業的問題 就是佛行的問題 我覺得很有趣 我覺得非常有趣 這的確是一個蠻眼人日式的議題 的確不是講說隱瞞、不人道 以現在的觀點來看 就Pierre做完事的一刻 那是一個很大的 就是整個英國文化對於真理的看法 從伊朗到佛洛時代 第一個實現這樣的一個字眼是在奧利書 在搶救會員、伊朗洛時代就出現了 所以這個意思非常久遠 絕對不是中世紀的這種野蠻的 日朗漫文化所可以來把它蓋完任天 所以我覺得這個課題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因為我寫了六章 後來這一章是在日本寫的 最後就是這一章也是在日本完成的 我就發現整個英無無跨 對於身體的觀觀其實有非常悠久的歷史 然後有非常重大的 比方說政治、宗教上面的觀觀 真的是一個非常有趣 而且欺責 而且是真的非常隱瞞的課題 原本是我寫的是在書上的 寫的過程中 我寫的過程中就發現 這是非常有趣 而且呢 真的是 怎麼講 也是一個隱瞞的,就是 是讓你擺受不決 然後又有這種好奇的更新 所以我寫了這一些東西之後 剛好也讀到了一個 這個 有一個法國哲學家,叫Vansom Deskomen 這個哲學家好像現在在Universal Chicago 當刻所講說 為止對法國思想很著迷,只要是從人類學 因為我對印度思想的興趣,只要是我在哈佛讀數字辦的時候 讀到一位人類學家,就是魯主夢 他的作品對我有很大的一個啟發性 我就發心說我要做印度研究,不做基督教研究 因為印度太不一樣,幾輩子也做不完 所以我讀了魯主夢他東西的時候 我想說我應該開始來學法文到印度去 這個真的是我人生一個非常重大的啟能 我讀到他的作品就是Vansom Deskomen 他寫了一本書就是意義之制度 The Institutional Meaning 這是從法文翻譯過來的一本作品 他就是這個深刻意整個法國的這種人類學 人類學傳統,這個Mars,Lewisdorf,還有Ludemont 他提示一個社會的個體論跟整體論 我覺得很能廣告我來發揮 就是佛論治藏這一點完全是一個整體論,是一個holistic 那自己佛教是一種延遲的觀點 要把身體把它解剖來看 每一個部位我們看那個志祺的這種身體觀 對不對?人,一個人有會藏人的 對不對?它是一個非常怎麼講 臭片的指合,你要凝視它 而印象不是,它是一個holistic 從早期的這種延遲身體觀 到奧尼書的放我一輪觀 到密序的神我觀 這種種很明顯的 他要做一個所謂整體論的觀點 我覺得呢,我看了這個Best Coleman 他的東西給我一個很大的主角 我可以以他的東西來做一個討論 把整個映入宗教文明對身體的看法 做一個所謂在思想上面的一個前提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整體論 有這樣的一個研製論 所以才有兩個不同的思想機能 在那邊競爭 那我覺得到最後呢 應該是整體論勝利 因為到後來呢 雖然提納教在印度還存在 可是呢,非常的少 就在印度的總人口 可能佔不到百分之一吧 可能九百分之五 可是它還存在 那佛教在印度也不見了 反而在東亞呢 在東南亞他得到發展這個機會 可是這個是有點不可思議的 所以我寫這本書 我覺得 當然沒辦法跟我在做博士論文 發了一兩年在寫博士論文 發很多力氣 寫這本書呢 是一個斷斷續續 因為在台灣這個環境 也沒辦法有那麼大片的時間 但是我覺得可看高貴 可看高貴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美國讀書的老師很期待 我想各位也知道 我們的老師非常依依尊尊教會 我有很多恩師 在哈佛的老師 這個Michael Fischer 還有Charles Harald 都非常好保留在教導我們 那我覺得我來正大這麼久 我一直想寫一本書 到有這個機會 把我回到台灣這幾年的一些想法 以前《明目邦偉士論文》 都有一些小書 那這個《赤板》是比較有系統的 真的是比較有系統的論述 那《赤板》這樣的一本書 可以來告慰我在哈佛大學 在進入大學 在印度 我在印度的時候 其實我的指導教授 Pathia也是對我非常好 我也非常感激印度給我這個機會 我在日本 在日本 我去過日本幾次 有一次在那邊寫過 我順了大概一年 那我的恩師經大 這個恩師 這個Kromer Viva for Kromer 也對我非常好 我覺得 在學術的一陣上 我實在有很多貴人 最先的貴人 可能在東海的貴人 然後再來就是葉阿葉老師 他幫我 然後到印度去兩年 我覺得這個人生的意念非常重要 我看到很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也在那邊 對我的語言跟宗教的這種 知識有了一個比較長實的進步 然後才放我到哈佛去 曾大宗教所也收容我 讓我在這邊也大概有四幾年 那我都非常感謝這些寫術當委跟個人 我覺得在我整個求寫跟學術的果子裡面 我是得到非常多的百分之 因為真的在台灣做印度遠足真的不容易 真的是很不容易 特別是你要把跟你非常不一樣 但想像世界的東西把它寫得有條理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我也希望寫了這本書之後 有辦法來寫一本像印度教這樣一本書 因為這個是比較專門的一個比較有系統 雖然前後可能有一些discrepancy 就是有一些差異 但是基本上是一個專題的研究 我希望接著可以來做一些比較多的東西 來加會寫資 因為我們還是有社會責任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 畢竟台灣是我整個思想的根源 我覺得非常重要 我在這邊長大 然後梁某義文 也讓我到美國可以飛破 我在國外也待了很長十幾年 在這邊下搖之戰 現在當然非常痛苦 因為小朋友才五歲 一個十二歲 都熬熬帶獨 但是 我已經在那邊玩了很久 玩了十幾年 所以來到這邊我覺得 我應該負起一些學術責任 跟社會責任 我非常感謝正大這個環境 非常感謝正大的像雲老師 鄭國老師 還有其他老師的幫忙 還有學生 我在正大中教所這些學生 來上五個課 還有很多腦力雞蛋 還有像何老師 我們的同好 我在印度 那時候大概台灣 大概只有我們兩個人 非常孤單的日子 何老師也給我非常多人 我覺得一路走來 真的是貴人相知 我非常感謝 就是無盡的感謝 那我就講到這邊 那大概有幾分鐘 大家找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發問 那我也帶了幾本書 因為沒有幾本書 你們只要想六七本 你們可以在這邊有一個簽名會 等一下 我們也能做 我們會有一個簽名會 但是已經不多了 那你們只要去買的話更好 因為我有百歲 一次我百歲 很不容易協助 吃板有百歲 因為我們所長 蔡英老師說 哇 這三桌吃板聖 不怕賠錢 我說 應該不會賠錢 他們還給我百歲 是不是 我覺得很不容易 一個吃板聖 他們一一一來幫忙 吃板這麼硬的書 但是我的書 其實也不是這麼硬 我記得有它的氣味性 就是一個人文觀法 宗教觀法 思想觀法的氣味性 所以你們叫我親買 我想應該會後悔吧 是不是 我就想到這邊 接下來教我裡面有什麼問題的話 大概可以有十分鐘的提問時間 好不好 謝謝黃老師 就是以人類學的觀點來講的話 就是非常興奮看到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說 就是人類學本身 有它本身的身體研究傳統 從馬斯爾摩斯那個時候 1920年代出版的著作來 然後單身到90年代之後 真的是Body Proper的確是成為 至少在美國人類學的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那又應用在印度教 特別是你呢 就是剛簡介期六張的歷史眼睛 只有讓我們看到說歷史性成績在身體之中 那個我覺得是在博業人類學界的話 都會是一個蠻 都會很興奮 都會很高興看到這樣的主作出現 那我的問題其實是從上午老師的報告 就是沙門和普羅門的身體觀 和真言化的身體觀出發 因為那是在訪大家比較有聽到的 比較有聽到的您的報告內容 也就是說您的 在講到真言化的身體的時候 您是著重在兩點 一個是秘咒 就是去念搜那個秘咒 就是Mantra Reciting 另外一個是經由Modra 就是手印 然後但是我 因為我自己對於印度教的秘訊不熟 但是對於臟長佛教秘訊有一點點接觸 所以那臟長佛教秘訊當中 還有一個重要的修成方式 就是種子字的觀想 所以如果說剛才那兩種方式 是對應到不管是你經由身體的姿勢 然後與你的本尊何而為一 或者說經由秘咒的念誦 與本尊式的何而為一 那種子字的觀想也是藉由視覺以及觀想 然後讓你自己與本尊在何而為一 或者說transformative的unification 那我比較想好奇的是說 不曉得在印度教密系當中 是什麼也有這種種子字的觀察 那裡面的種子字的觀察 因為對人類學來說 這可能是象徵著我們說 從orality to literacy 社會重要性質的轉變的真相之一 那不曉得您就是對於種子字的這種修成方式 對於他們當時的就是這種修成方式 反映出來的身體關於什麼樣的影響的動作 謝謝你先 我那個是不太好的問題 那我剛剛幫你講一下 其實我寫這本書也是有一些看到 就是我一開始講說我寫這篇文章 就是從山門到行者這篇文章裡面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知道這個法國已經刺版了 有關於印度教世界之身體觀 在2000年以法國刺版了 我當時看了這一本所以想寫類似的 但是他們記憶就很大 請了很多有名的一些人來寫 那我這個書其實差得很大 就是跟他們來講是 但是有這樣的一個記憶 也是從法國那些人類學家跟文藝學家 他們的記憶已經有到一些引感 那我因為報告的時候沒提到 剛剛提到 事實上是有 我在這邊裡面觀想非常重要 我提到在這個大涅槃明細裡面提到說 疑似從頭照到腳起離前身 讓他能以觀想深層的神身與心層 然後將大地的防射種子 觀想為作為海底文 讓他透過種子以堅定不眨眼的靈勢強化身體 就在做這些Mantra跟文藝學家的時候 觀想是非常重要的 是接下來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這個我想跟當教復教是一樣的 謝謝 黃老師你好 我是那個洪文大學說的醫生 我叫顧佑亮 那劉老師是我們以前的宗教所所長 所以可以通過他們講 那因為我現在有一個功課是 要做印度的Tantrip Yoga 那請問印度的Tantrip Yoga跟西藏的最大 除了種子之以外 除了種子之以外 如果只有佛教的觀點的話 我想基本上應該是差不多的吧 因為早先的這個Yoga 從拉加Yoga到太均Yoga 事實上有很大的變動 早先的Yoga是很簡單的 那那後期呢 現在是體會法 阿薩朗這個就 現在對於整個身體的看法 跟密學的關係 因為我現在也有在做瑜伽 可是我在上我們印宗 就是西藏的佛教的課 他說西藏會把自己觀想成佛 是不是這樣 這樣要問你 對 只是那樣子 我們是門外 我們只是 我們希望20年後可以變成 當然你要問就是說 你講的瑜伽是這種運動的瑜伽 還是廣義的 如果說是身體的瑜伽的話 你當說佛教的 所以密通一定要歸一個上詞就對了 是這樣子嗎 就不管是一路以前的 或是 不管任何宗教 你大概可能都要有老師的指導 那只是說 如果說你放在這個瑜伽這個上面 因為 Yoga這個字眼 廣義的其實所有的修行都叫Yoga 不管身體或是心理的 但是如果說放在你狹義的 一般我們講的這種運動 身體的運動的這種Yoga的話 確實印度教裡面也有 佛教裡面也有 我們現在一般學的這種瑜伽 是印度教的簡化的 那可不可以幫我解釋一下 印度人、中國人跟西藏人的 對瑜伽是看不出來的 如果中國教的關係 中國傳統沒有瑜伽的這個 可是印尊老師他有說 瑜伽是後來變成產品 就到中國以後 對,就我剛剛講 瑜伽的廣義的瑜伽是修行的概念 所以所有的修行都叫瑜伽 那如果說是 所以Biana跟Yoga是同一個字嗎 不是,不是這兩個概念 所以你可以再去看一下 一些相關的這些處理 就是說如果身體運動的瑜伽的話 不同的概念 就是說你既然藏傳佛教裡面 你現在一般市面上買的書 也會有一些這種簡單的瑜伽動作 那一般你聽過有些什麼 跟氣邁明點什麼相關 那個是跟 就是佛教的密序的 身體心靈的那種理論有關 所以 但是當初你說說 你說印度教跟佛教的瑜伽的 一個共通點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 它是以印度醫學為根據 就是說印度醫學講的是什麼 左脈、中脈、右脈等等 這個藝術醫學的這種 比較阿佑菲達的這個概念 它跟中醫的這個概念完全是兩個系統 所以這個是共通的部分 但是當初系的修行的部分 那就各加各派 佛教裡面也分很多派 藝術教裡面也分很多派 所以我要再問一個很愚蠢的問題 因為我有一個看法 他一直說 他強調說 中國佛教是為世為根據 西藏佛教是以中關為根據 這是西藏人傳統的概念 西藏人傳統認為說 西藏確實就是說 從佛教傳見西藏以來 到從古至今 西藏人認為說 中關鍵是舊禁鍵 西藏人他們所認為的漢傳佛教 因為對西藏人的傳統來講 玄奘法師的那個影響比較大 所以西藏傳統認為說 中國佛教是為世的建立 那我講這是西藏從以前到現在 普遍的看法 正不正確那是另外一個事 我昨天有問關教授 關教授說 修終關鍵的人的死都死得很慘 那你認為呢? 他說什麼吉戶也是死得很慘 在網上被射死 反正他是這樣跟我講的 王老師是當這個時候 比較輕鬆的講法 大概是我們是在抽菸的時候想 好 謝謝 謝謝 下一個還有什麼問題 各位老師 各位貴賓 各位大學 各位朋友 好 很高興這次來到參加這個第八屆 印度學學術研討會 我也是佛光大學的大學四年級學生 陳蕙琦 我剛剛看到黃教授您發表這一本書 是以身體為出發點 但是您您好奇的是身體 而學生我好奇的是泛文的聲音 因為是泛文的音韻 還有他的中音節氣 還有那個Sroka那種 那種射手力啊 對我啊 就是產生了某種 喜歡深入了解泛文的一個動力 而這一點我在 因為好奇心使然 所以我也發願 如果真的考上碩士班 我一定研究泛文 所以等一下我要買你的書 我不是要你的簽名而已 我需要你的email 對 因為可能會有很多需要 借助你的力量的時候 然後第二點就是 我們在學術上 在這方面的發展 一直是在那個種子字 還有曼陀羅形象 以及您現在又有了身體 這樣的一個意念的一個發展的文章 但在聲音這部分 漢語就有聲音學喔 語言學、語言學以及語言學 在泛語這部分就沒有很做很深入的探討 比如說我現在要讀個泛文金剛經 我不知道從何進入呢 但我很喜歡 我很想念它 我也很想有這樣的資訊 事實上 因為 因為我剛學泛文的時候 我的父親剛過世 我就好喜歡念泛文奥彌陀經 我發現他在泥陽兩立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有親自的體症 我發現這一點可能需要有學術專家 或者是誰 共同有這樣的一個發展跟發現 所以這以上的建議做一個提供 謝謝 我這個 何德何能 怎麼講這方面 有關於聲音這方面 我沒有很多研究 就是可能 有關於咒哩這方面 我沒有太多研究 對 還有 那我不曉得怎麼樣來幫你 這不行 我今天一直提出的 就是一些好奇飽飽的問題 我想 我也讓很多學者很傷腦筋 我一直在我們班上 也是這樣的一個人物 OK 那沒關係 就是 我再E-mail 我再資料 謝謝 謝謝 好 OK 那我們時間大概差不多 那我們今天黃伯奇老師的西書發表 好 到這邊結束 那 之後有黃老師的 簽書的時間 好 那 看之後怎麼安排這個事情 就先 先搶先贏吧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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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